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啊 不要在直播的时候摆住 不然直播间里面啊 我大概懂 我大概懂了 我也不是傻瓜 嘿嘿 不会的呀 应该是中单见识 或者中单南枪 应该是南枪 点他 我要站墙 站墙会被他 走位好像还行的样子 舒服 这个人还是有点 有点东西的啊 先吸血 我们有 退去 哎 诶 我的智能施法有问题 水瓶药水瓶药 他要疯狂的推线 我有点 我觉得他有点 卧槽 换了换了 还行还行 这波还行 盲针来的是真的巧 这兵线有点 这兵线有点恶心 有点伤 有点伤有点伤 这兵线有点伤 哇 这兵线好亏啊 来的真的是时候 来的真的是时候 只能说我打的太膨胀了 我不应该去杀他 他现在等级比我高了 他现在等级比我高了 我4G了 这兵线控一下 可以了 我要压他了 歪了我操 我还好 这波应该是直接轰似的 还好我有饼干 这男枪有点钢 有点钢 还好螳螂在 帮一波 他不怕我队友 他不怕我队友 有点钢 要再钢 一并冲 从现在开始 嗯 这个盲身走的不远 我点燃马上好 他不回 他在送 你就在中路吧 我也不走 我就是投铁 我就是投铁 来你还来你还来我看你这波怎么来 我的切换技能美好 对手太捞了 捞的都不行 哎呦 哎 难怕我的 舒服 感谢 看一看一看一些台的飞机谢谢 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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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要死多了 盲身在下没关系 C层塔皮 走了 回家 这蓝枪不值钱了 死了四次了 不杀他了 杀他自己会危险 我的补刀太少了 再吃一层 来往我这走 跑着 蓝枪来了 他不是很怕 不杀他 敢直接从这边走过来 又来了 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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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吃一层 舒服 撤 他的E交了 我的E马上好 这个蓝枪他 他对于死亡其实无所畏惧 跟他 这个硬杀没有什么意思 他死在做死 他也是这样 我不跟他调起来 没有意义 他刚才没有大菠萝 他大菠萝 美好 这样 他往那边跑不让我 他不踢我 哎呦 躲掉了还 交给你了 我是搞不定 我是不能上 他能秒我的 我的加龙炮马上好 他 看不见 这打不 算了 走了走了 不过他这红弹BUFF 我真的很想要 我能秒他 但是他把E交了 有闪的他只要滑步一交他就死了 这波BUFF拿得舒服 还能吃波塔皮 太完美了 舒服完美 2500 人头 人头其实差不多 去下路 把下塔推了 超神还找 我们这个摊的话 是摊得合理的 这波塔不推 可能会被抓 现在地图上没人 我们可以在这里 等人过来打钱 然后把他偷掉 如果不来的话 我们就要 这种不用去了 他肯定死了 霞在上路 那应该是不会来的 给他跑了 没事不用管 好 游戏的中期我们就推倒就行 保持发应 他死了 顿椅 吹到小兵了 没 线圣跑的还是快 他的高原玄桶 是不受减速影响的 但是这波如果他手打的话 哎呀 他有闪现 没闪他死了 这波我要小心盲身来抓我 好行差不多了 果然来了 不过没事 他来我可以秒他 我有点燃 踢到我也没什么用 踢到我他死了 他赶过来他肯定死了 我有细血 我有细血 不要给他 R3到他等下去了 所以我们这波没上 我有点燃 就这个血量你敢踢吗 踢过来就秒 他耳朵出不来就死了 我给他踢 他不踢 他死了 但是我可能也 我换个瞎子 人有点多 没超神 黑切来一个吧 我们要捡CD 比分居然差的不多 谁挂机呢 他为什么要挂去 黑切还是要出一个 团战现在随便打 他们没有一个是发育特别好的 就二十八块 我来了 我现在一个加龙炮能空一半血 没死了 这包还是得闪 他们的 洛提雷是控制太足了 我打一套就得跑 这不是从 我是一个脆皮 必须得这样 来了 来了 打大龙吧 我把黑切出了 再来个封刃 这剑圣 这剑圣已经死得无所谓了 我开挡 来 输啊 算了 队友不去我还是别去了 这个伤害有点高 点三下一个坦克直接半血 洛提雷斯的控制太足了 我们不能跟他 这不能打 他有他有那个漫天飞鱼 我就在这里勾引他们 但我也不伤 我也不给他们机会 我就拖他们时间 他这个东西能跳 我不能跳他 浪费他们时间 就赖在这里 秒掉 控制是真的 好的 我先溜了 来 堂堂帮一波 吃个果子 再吃一个 这个诺提雷斯有点烦 这盘我最怕的是他们的辅助 其他的是威胁不了我 这包我兜他们 他们跑不掉 痛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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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输出载到六百 点点加龙炮收掉 都得死 我们去大龙吧 大龙收掉 小团命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需要前排 这盲森想偷我 诶 剑森怎么突然起来了 他为什么能一打二 这不是已经崩掉了吗 他跑不了了 我来拦他 那边有人算了我们去打龙打小龙 对面比我们想象中要强一点 等我一下 我看个红 往我这边跑 我来得及 算了 三个 哦 帮我boss了 没想到啊这波 我 我还有伞没交 对面还是有点肉的 我只要把盲子杀掉 我技能就好了 我能双杀的 他应该是对强的一个穷途陌路吧 但是我刚才那个位置的确不好走 但是我刚才那个位置的确不好走 我如果去交个闪有点太浪费了 我肯定要留这个闪追击 对面还是蛮强的 对面还是蛮强的 减一波cd 我现在77 打70 人缺的话41 追踪吧 我点他还是很痛的 我们没有牵牌 没事我有闪子 我们的人呢 我们的下路两个人为什么不来 这个控制太恶心了 为什么队友不来 我把他们留下来 但是高地推了 虽然我死了 但是他们得丢高地 也不亏了 这队友有点问题 不是白银局的问题 是他们想让我输 知道吧 他们打的不是那么的 就没有好好打 故意的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可能知道 在上电视 有直播在 想要找一下存在感 但没关系 我们输不了 我们的瑞文打的还可以 输不了 他这盘就是 他只要不明眼就行 他不要只要不去挂机就行 我要投了就行 我们都会点火的 对 对 对 我们吃龙 这个就有点浪费时间 这个号每次打的时候都会碰到很多种奇怪的 就比如说队友有很强的 对面有很强的 就是很认真的那种 也有那种故意搞事的 基本上都会这样 有那种想要在你面前装高手的装逼的都有 像这把我们就是螳螂和瑞文 是那种很正常的小青年 对面就会有那种高手 打得非常好 比如说对面的 匣子 就会打得比较好 对面的剑圣就是那种 属于 跟我们这边的 一样的心态 导存在感 我们收大龙 大龙收了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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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偷修 还没打完这边 他死了 他跑不了了 送卡不可能 送不了 他已经是我的人头了 五百块 他居然只五百块了 来来来,大龙直接收了 没事,别怕 我很猛 我有闪 我们可以直接打 只要不挂机都行 随便他怎么玩 他只要不恶意挂机 他就有贡献 三分之一 他们的高地没了 两路 好 不追他了 不用追他 没必要 先边缘输出 整队有杀 不用冲 我们先拆 不要冲塔 好 一点一点拆就行 不用去杀他们 加龙炮 我看不到 好 没事 我还有闪 他们顶不住了 收一个 配合的不错 拆吧 把我硬杀了 把我硬杀了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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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虽然赢了 但是 赢得有点 是 把我硬杀了 总 以